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国研究班 建国 勇武抗争 香港建国 每个星期二 10点到11点 会有我 阿Ray 和四眼哥哥主持新的节目 素人喜意 素人正义 四眼喜意 素人正义 四眼喜意 要玩我们下一代 消灭我们的文化 但是我会说一句 他如果就是 现在的共产党就是 当时罪亚的希业政权 打爆 圣经的学理真是 教理就是 立海有权抗争 Anderle CK 建国帝兄会 逢星期三晚上9点 At My Radio 回到第二节 趁你不记得的时候 麻烦你就 讲讲这个 延长版的问题 我们4月16日 礼拜四 9点至11点30分 在这个 延长版 即是观众延长版 延长观众版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都是live 但是有延长观众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参与的 过去一直有搞的 过去年搞了三次屯拜 三场加上有二百多人 现在又来了 是4月16日 星期四 大家就要报名的 这个 报名的办法就是 将你的名字 联络电话 就传去 这个 普洛的电邮那里 在这里见到的 普洛的电邮那里 就写明 就说参加这个 毓文采章 现场观众版 就可以了 那我们 有些 茶点招待 就这么多 那 那 我们其实希望 一个月可以搞一次 不然有时 就有时间问题 外面的同事 都感受到 压力 那大家报名 就重促了 好容易爆棚的 每次都是的 另外一件事 都趁你不记得的时候 都要问你 就说过一下 我们那个 所谓的 网络电台 制作 那现在呢 我们希望是 大概是六七月 就可以开的了 那 就 或者七月 或者是 暑假的时候 那我又比较有空 那我们呢 就大概 会有十二堂 那另外 有几堂 要实习的 就是 十六七堂的 那现在就 那个简章呢 就正在写 那台长 弄了个草稿 那我们也收拾过一下 那因为要跟那些 港师 港师 大家去沟通一下 那样 那我跟台长都会说的 我都会上几堂的 那我的责任 就是教你讲话的 那我责任 其实你可以教很多东西的 我教你讲话 你可以教很多东西的 我教你讲话就可以了 我教了一科 叫 speech communication 教你讲话 一分钟怎么讲 两分钟怎么讲 爆词怎么爆 教你讲话 其实 喂爆词有得教 有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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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技巧 譬如说 我们那时候 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们教别人读报纸 读报纸 读报纸有很多技巧 读得多 读得好 那就很安全 有很多人有很多懒音 没有了 不能够了 懒音也有得够 看你够不够 你肯花点时间 苦工 懒音也有得够 那些口头禅 譬如做节目 就无所谓 你不要太多 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会有些口头禅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你看看 你留意一下 王阳大有口头禅 我有我的口头禅 但是过不过分 多不多 在你整个节目里面 你口头禅 他又多一点 重复 又重复 很多人都有 比如大班有 老蕭有 那其实变成了一个风格 是吧 阿达有 我又有 但是其实 如果你不是太多 那是一个风格 做节目 你没有个人的风格 你是永远做不起的 是吧 电台如是 网台更加 是不是 不是说说粗口就是风格 是不是 不是说大大声 我揪一条 揪一条 那是风格 那是无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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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提到的反港独法 台长说 会不会立法 会立法 不可能 不需要立反港独法 是吧 因为有个基本法二十三条 在那 是吧 还有现在我们现行一些刑事条例 是吧 即是虽然没有 是特别针对 这个所谓分裂祖国 是吧 那你说港独 那什麽叫港独先 那你提出反港独法 那些人很不愣钩 啊 陈雲那些就是了 是吧 这个龙思琦就是了 你俩这样的港独 是吧 那你就是巴林币 就是等于我 我问啊 林郑月娥而已 现在台湾算不算独立 你回答我 是吧 是吧 台灣 现在当然不是独立 如果你回答我就 是吧 如果你问台湾人 有两种港独法 有些未独立 我都未叫台湾共和国 叫中华民国 是吧 有些就说 有些就说 台湾已经独立了 国号叫中华民国 是吧 都有军队 有自己的主权 喂 你说不是 全世界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多 那没所谓 就当两个中国 承认中华民国 只有二十多个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九几个 最多就是这样 那等于调回 中华民国 和新台币是自由流通的货币 不 在1971年之前 喂 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 是吧 1971年之后 那个中国席位 就被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替了 是吧 那难保有一天 调回转 都未定的 颠倒过去 你重新颠倒过来 是吧 所以这个世界 很简单 你现在看看你怎么解读 好了 那现在怎么叫港独 什么情况 港独 我问一下林郑月娥 喂 台湾现在算不算独立 那你当然不能回答我 台湾是独立 是吧 你不怕杀头啊 那台湾不是独立 因为它有军队 总统一人一票选 没有筛选 是吧 立法院就是国会 百企议席 一人一票选 是吧 跟着 地方行政首长 全部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地方的议会 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喂 都不能独立 那我们又没有军队 是吧 是吧 我们现在争取那个 所谓真普选 所谓 那怎么叫港独呢 是吧 喂 现在你这些 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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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言论自由 是吧 是吧 如果香港这样都可以 扣到港独 然后立条法例 这样要捉去 判去坐牢 香港 我告诉你很快宣布完 你二十三条 由一九九七年到现在 试过在02年开始 在那儿立法 03年就被人拔低了 是吧 到现在03年到现在12年 都没有重提二十三条立法 是吧 当然现在 发生这个 所谓 即是本土意识高涨 又有政改的问题 于是 喂 有些人就重提二十三条要立法 那 这样嘛 是吧 所以 不要吹大那个反港独 那些人用狗狗狗 是吧 即是 你陪他瘋到郑耀堂那些 那些 你不就自己去立了 是吧 是吧 有个二十三条在 二十三条 我们都不让你立了 是吧 是吧 十八年 是吧 都不立了 是吧 是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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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不拿来立法 是吧 你现在问 这个梁振英 他都没有说 有 迫切的需要 是吧 那当然有人就很害怕 所以就提出 不如二十三条立法 和这个真普选 就是绑在一起 那这个是戴耀廷 是吧 我们已经写两篇文 罵他了 是吧 这些是很荒唐的主张 是吧 两样东西 真普選和23條基本上是有對抗性的 你現在要綁在一起 有些是用來做交換條件 其實23條是什麼呢 是屬於中央與特區關係 這個基本法的最後一條 中央與特區關係 2002年試圖把他研究如何立法 2003年已經擺去立法會 準備就來了 結果出現七一大遊行 田北俊辭職行政會議辭職 整個自由黨明顯不會支持23條立法 那我就迫著收回 其實23條條文的草擬 我們都記得的 在這個 即是我那時候 我都講過了 我寫過一本 和楊義龍博士合作寫過一本 香港基本法研究的 那時候就是應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那時候我在珠海教書 楊義龍也是珠海的客座教授 雖然是香港大學 我們做過一年還是兩年的珠海押助教授 那時候應該是行政院大陸小組找我們做的 我記得寫了 那些我們自己沒有的 因為幫他們做的 那個版權是他們的 那時候就是 23條其實前身是22條 就在第一稿叫做徵求意見稿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稿叫做徵求意見稿 第二稿叫做基本法草案 第三稿就是90年4月頒布的那個 才是證稿來的 那它徵求意見稿裡面 我們記得整句說話很簡單的 就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 須立法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 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這個就是徵求意見稿的第22條 那是1988年 即是8月發表的 這個徵求意見 這個在六四事件之前 是的 那好了 這個第一稿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這一句 即是22條 現在23條 那時候叫做22條 第一稿 叫做基本法徵求意見稿 這個徵求意見稿 就是我拿出來千詢 徵求意見 這個是大陸的寫法來的 叫做徵求意見稿 那時候這條文 就是一句說話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須立法禁止破壞國家統一 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嗯 一句 那到了 即是說 這個稿出來之後 有些人就認為 顛覆兩個字 似乎不太好 是吧 大家覺得 顛覆兩個字 即是 硬硬一點 當時 其實當時那個情況 未發生這個六四慘案 八八年 那時候 即是大陸的情況 那個所謂胡趙體制 那時候是胡耀邦 不是 趙紫陽 胡耀邦 趙紫陽 八八年已經不是的 胡耀邦已經下來了 是趙紫陽 李鵬 那 胡耀邦 下來之前 八十年代初 那個就簡直是 一個相當自由開放的時代 那八八年的八月發表這個徵求意見稿 那出來之後 大家對顛覆兩個字就很有意見 於是 這個草委會在八九年二月份 那個所謂基本法草案 即是第二稿 然後 那時候就變成二十三條 由二十二條變成二十三條 刪了幾個字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就變成二十三條是什麼呢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行為 那麼它又比之前那個第一稿 徵求意見稿 又長了一點 你明白嗎 因為那個就是禁止破壞國家統一 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時候最重要的是這兩樣東西 你不要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不要分裂國家 但是呢 沒有那個盜竊國家機密的 煽動叛亂 叛國 分裂國家 其實跟之前那個說法差不多 不過就將它再細分 叛國 分裂國家 不就是等於叛國 分裂國家它又可以當叛國 但是分裂國家和叛國 它有一點分別的地方就是 叛國就可能投靠外國人 知敵 知敵 就是賣國 分裂就是西藏 新疆想搞獨立 台灣要搞獨立 那這些就是分裂祖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原本叫做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裏就變成 煽動叛亂 或者 就是 沒有了個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裏 那大家便舒服些 那怎樣為之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是不是批評共產黨兩句 就叫做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 基本法的草稿 就是第二稿 1989年 就是2月 發表那個 刪除了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這幾個字 以色而類 但是整句 那條條文 又比第一稿 詳細了很多 就是說 特別行政區 應該自行立法 禁止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或 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這個原本 須 立法 就是你必須要立法 和變成 應自行立法 那我字眼又 變得溫和了很多 就是 你應該自行立法 就不是我中央給你 幫你立法 但是原本那個寫法 第一稿就是 衰自行立法 所以 每一個字 其實 就是 你不要看共產黨 這些條文 有一字不肯放鬆 都很重要 每一個字都很重要 都是要度過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所以你現在後來 你現在 梁振英說 你的人去扭曲 這個基本法 你理性在扭曲 扭曲基本法 你怎麼解釋給我聽 三部曲變五部曲 誰扭曲基本法 這些你就不解釋 好了 到了 其實那個自行立法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適當時機 你才立法 就是這樣 當時 大家理解 那個立法原意 都是這樣的 好了 到1989年 發生這個 六四慘案之後 於是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在收緊 那時候江澤民認為 香港是一個顛覆基地 是吧 1989年的7月份 這個人民日報 有一篇評論員文章 就說 香港就是一個顛覆基地 所以那時候 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 叫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你回應 回應 這一篇 就是人民日報 那個評論員文章 是吧 那 好 去到這個 六四慘案之後 然後呢 又重新把那個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的字眼 就加回去 這個 二十三條 那裏 那裏 那這些 就等於收緊了 原本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在第一稿有的 第二稿就沒有了 跟著到 就是 正式 90年4月 頒布那個 基本法的二十三條 就 將這個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裏 加回去 那裏 因為 說你香港是顛覆基地 是吧 那麽多人上街 是吧 還不是顛覆基地 是吧 那所以 整個二十三條 就變成現在那個版本了 就長了很多了 就變成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應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組織 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建立聯繫 多了很多東西 將原本第一稿的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交回去 再將那個 你不可以跟外國的政治團體 或者組織聯繫 是吧 亦都不容許外國的政治團體 和組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這個就是現在的二十三條 這個二十三條呢 就是在2002年的9月24日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前期心 就是最早由前 其實是2002年前期心先說的 那時候的國務院的副總理前期心 就說中央人民政府 就希望香港盡快 落實這個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 於是當時就是這個 就是 董建華 找了梁愛思 葉劉淑儀 那時候是保安局長 梁愛思是律政司司長 那時候 在2002年的9月24日 就頒布了實施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諮詢文件 那這個諮詢文件 其實就將整個二十三條 那個作為一個沒有法 然後將它變成一個本地立法 那就是 本地立法的過程裡面 因為就是有些法律 就是現時的法律 就已經涵蓋 就是 就是在二十三條裡面 有些說的話 其實在現時的法律裡面 都有的 但是原來那個 香港法例 就沒有分裂國家的行為 還有那個所謂顛覆 就是 顛覆國家罪 或者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這些 沒有這個概念 於是就 在這一份文件裡面 就 就是 作 諮詢 其實也是特區政府 就是把這個 全其深的講話 其實 當時都是北京 就是北京 中央政府 那個政策 來的 喂 特區做 都回歸了幾多年 等等 其實 就 後來就變成一條 叫做國家安全法 就是這樣 但是 到最後 03年 七一大有行 幾十萬人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就 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 到今天 十二年後 如果你們覺得現在分離主義很嚴重 或者現在對共產黨的批評很離譜 就把這些拿出來立法 就嘗試做 很簡單 什麼反港獨法 白癡 馬英國 自己說自己是拆鞋子 岳菲也是拆鞋子 說我是拆鞋子 岳菲不是拆鞋子 岳菲不是拆鞋子 岳菲是一個 蠢人 他不是拆鞋子 是如宗 十二度 金牌 他真的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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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山頭都可以 說就說就蠢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 九七到現在 那個過程就是 2002年試過一回 2003年就 抓到了 現在很容易 過半數就可以了 立法會 問題是做不做 他不是三分二的 大家記住 以前整天搞錯了 不行 你們五區公投少了五件 不夠三分二 沒有了否決決條 否決是說政改 三分二的門檻是說政改 其他那些全部 叫做simple majority 簡單多數 就搞定了 23條都是 那你建制派 大哥 有四十幾個人 那你就拿來 一定過的 那就試一下 為什麼不試 就是不試 就是 包括你曾蔭權時代 甚至乎到你梁振英 現在還在說未是時機 是不是 現在那種所謂 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盜視國家機密 或者容許外國政治團體 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或者香港的政治團體 和外國的政治組織 或者政治團體聯繫 現在有沒有這些客觀的事實出現 如果你說那個 所謂分裂組 分裂國家 現在這群 這群 這群 農斯奇就是了 陳雲寫兩本書 那些 那你就試一下 真是 很簡單 大家是不是耳語皆亡 玉石俱焚 看誰死 現在是 我就不相信 OK 講講講 大家鬥客 要的 立了法 你救人 你不救人嗎 政改就說 要求你民主派 要挖幾票過來 一票一億 你拒絕長毛 我就勸長毛收了他就好 你不用那麼辛苦 你沒有議員做什麼 做哪一行 你示威又沒有錢收的 是不是 你現在為什麼不立法 說港獨這麼猖獗 猖獗不是猖狂 日日文會大公 就一直說 那你就抓陳雲 抓了本土派 立了法才可以 現在不是你抓什麼 最多告他 防外社會秩序 非法集結 陳雲寫書 那你告他什麼呢 告他寫書 叫你 告他寫書 陳雲上次被人抓 都是因為他落過旺角 就是這樣被人抓 他不落過旺角都沒事 你現行的法例 你找什麼來治他罪 說一說 下個星期三 我又要去警察總部 上次我是有擔保 沒有踢保 那現在告人 我看的款式 你真的不得了幾多個 是不是 所以你有本事 就立法 講那麼多話幹什麼 反港獨法 香港怎麼叫反共黨獨法 以前都將23條 變成國家安全法 重新寫一條 叫做 重新寫一條 叫做國家安全法 然後根據基本法規定 對那些叛國罪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國家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還有導師國家機 寫一條 叫做國家安全法 是吧 不久之前 還有些很厲害的人 就說把大陸的國家安全法移植來香港 你這三條 那你做就拿著 他如果有第三條還不立法 夠膽就去立 是吧 去到這一步的時候 他現在都 他還賊佬試沙浦而已 就算是 你實壓實在做 你就做 澳門都立了 為何不做呢,做一下,港獨重敬,你現在天天在打,民主派又在,所作所為,其實大家都看到,想香港死, 有些年輕人,他的本土意識那麼強,這是很正常的,香港人,現在跟你說,高度自治,港人遲港,你那個是流的,我認為港人遲港應該是這樣,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不等於搞香港獨立,是不是要獨立建國, 如果就這樣說,說獨立,或者要爭取真正的自治,你就扣人來港獨的母子,然後弄一條反港動法,抓一陣子,坐牢,大佬這樣都行,是不是, 那麼容易做了,是不是,不用一國兩制,我們在香港現在說這些,在大陸說的全部被人抓,是不是,那為何香港還可以說呢, 你多不喜歡聽到我們說的話都好,起碼說得,起碼學院可以出兩三期,關於這個,所謂, 那有什麼問題,你就不抓得他,如果有23條,可能就抓得他,有23條,立了法之後,放在國家安全法裏面, 把這個煽動叛亂放進去,分裂國家,言論都是有罪的,你寫了在基本法,寫了在這個國家安全法裏面,那就行了, 記不記得那時候,有一條都爭吵猛的,就是那個煽動顛覆的刊物,我們現在反對了, 我記得,我和曾任權通電話的時候,我沒有教,哎呀,抽了啦,這條,那時候,只是這樣說的是, 那就是不行,如果連刊物煽動顛覆,那刊物都中的,那你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出版自由, 那香港還有什麼,你真是,怕了你就走光了,那些人,是嗎? 我製造了真正的台獨,港獨份子出來,真是做了,真是會有香港 那找解放軍來抓人,殺人,那就玩完了,就這麼多事了,很簡單而已,是嗎? 好,休息一會,